喜到公辞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289集 师弟的真身 似乎要从地下爬出来了 林飞嘴角不断流出鲜血 他的身体像是被大山压过一般 剧痛无比 脸上一丝血色也无 五道剑气已经被重新归入体内 现在没时间去检查 太乙剑气到底如何了 地面轰轰晃动 恐怖的腰地微能 几乎要破土而出 而他身边的亡灵官 情况也没好得哪去 脸色苍白如鬼 几乎连站着的力气也没了 只能背靠石壁 双目茫然地望着即将落下的鬼手 周云情况好一些 却依旧满身是血 他紧紧握着遮天剑 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身前的师弟之手 额头青筋快要爆出 三人立在深渊石壁的边缘 背后是万人石壁 远处万鬼凄厉 冰寒动人 尸地之威笼罩四方 而身前的大地 在不断蠕动 那是即将真身现出来的妖地 前郎后虎 绝地难生 难道 真要死在这里 深渊之上 一缕月光从头顶落下 正落在三人身上 昊月星盘 林飞顿时眼前一亮 扶着林飞的王林冠 听到那四个字的瞬间 都没反应过来 是什么意思 直到林飞说了第二遍 才明白过来 昊月星盘 我天行风七大法器之一 月圆之夜 可借助昊月之力 撕开虚空进行传送 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刹那 王林冠的心都剧烈地跳动起来 慌忙将昊月星盘取出 三人紧密相握 昊月星盘被王林冠开启 月华之下 一阵白光 从昊月星盘之上射出 刹那将三人笼罩 轰的一声 白光之中 林飞双目望着前方 浓黑的骨气 从地面冲出 那只被自己刺入了一道 太已剑气的鬼手 重重从空中落了下 大地轰然乍响间 林飞一睁眼 一闭眼 眼前的景色 完全变了 当林飞等人通过昊月星盘 完成空间转移之后 再次出现 随着砰砰砰的三声 三个真元耗尽的修饰 如凡人般 从板空落下 重重地摔到了地面 王林冠吞下两颗培圆丹 利用经脉中一丝真元 祭出长明灯 光芒所及之处 是熟悉的古朴建筑 白玉座的地板 阴森森的墙壁 远处还有一些太阴族人的福传文字 隐在黑暗中 还是熟悉的冰寒温度 还是熟悉的 浓郁到几乎凝结成水滴的鬼气 王林冠一声苦笑 看来我们运气一斑 眼前的一切 无不说明 三人仍在万魂湿渊深处 气氛阴森而压抑 烈火浮转 照不到的地方 是一片暗沉沉的浓黑 谁都不知道那片黑色中有什么 空气中漂浮着浓郁的鬼气 以及常年不见阳光的煤气 不过 那抹如死神般的危机 却淡化了很多 虽然鬼气浓郁 却是与他们出入深渊 遭遇僵尸恶鬼之时 差不多 细细觉察下来 湿地之危 虽然弥漫在整片废墟之中 但他们 却只是处在边缘位置 入目所见 残垣断壁 应该是远离了那只鬼手 以及即将出现在 万丈绝壁之下的湿地真身 这样看来 暂时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三人稍稍松了一口气 紧绷地身体放松下来 便感觉到 深入骨髓的疼痛 他们对视一眼 都苦笑着摇头 王林官身体上受的伤最重 胸骨断裂 大片血子 将他身上月白的道袍 染成了暗红色 不过 体内真元充盈之后 运转全身 伤口便渐渐愈合 又吃下几颗丹药 脸上也不再那么惨白 林飞从乾坤袋中取出药瓶 整瓶整瓶地往嘴巴里倒 吃得他脸色发苦 而后 整个人有些脱力地 靠在身后冰凉的墙壁上 忍不住嫌弃地 对王林官说道 那浩玉星盘 不是号称你们天行风的秘宝吗 这也太坑了吧 连万魂失渊都出不去 王林官长舒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笑了 这里毕竟是千里之下 就这么一缕月光照下来 星盘能启动就很不错了 你还指望能准确定位呢 没把我们送进师弟老窝 就庆幸吧 林妃叹气 他们始终没有离开 而在这庞大的深渊之下 还有一位被他们激怒的师弟 现在的情况怎么想都令人心骄 只是一只师弟的手 就能将他们三人逼入绝境 若真碰上师弟 岂不是连骨头都不剩了 不管怎么样 先把身体养好 起码也有一战之力 林妃想得有些头疼 但她生性豁达 既然怎么想都是此路 倒不如先专注眼前 林妃目光扫过他们所处的地方 在掠过周云的时候 微微停顿 对面的周云 双目微闭 表情沉着 她在盘膝打坐 身边数个空的单亭 随着真缘流转 她身上几道流血不止的伤口 也慢慢愈合 林妃目光只停顿了一瞬 又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三人现在在一间破碎的宫殿中 屋顶已经坍塌 周围的墙壁颜色暗沉 透过重重灰尘 能够看到墙壁上 雕刻着一些看不懂的符文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空荡荡的 很是寂寥荒芜 也不知道这是挪到了废墟的哪个地方 往外看去 两侧全是石壁 房子的石门敞开 一条白玉石头铺就的走廊 延伸出去 直至外面浓浓的黑暗处 现在 林妃只希望 那只狂怒的师弟 能尽量慢点找到这里 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修整 虽然三人处于巅峰状态 也抵不过师弟全力一击 林妃靠在一块石壁之上 慢慢消化着体内的丹药 原本枯河的真元 也渐渐恢复 他细细检查体内的剑气 脸色微变 五道剑气立在丹田之上 颜色暗淡 光滑不在 一派颓丧之态 其中太乙剑气最为严重 剑身之上 分布着一道道 触目惊心的裂痕 若非炼化这道 太乙剑气的太乙精筋 乃九大先天精筋之一 天生一道先天禁止 坚硬无皮 恐怕 早在师弟那恐怖的威能下 已经被震碎了 想到这里 林妃取出白骨阵图 发现 阵图之上也出现了一道裂痕 鬼气大简 他探入神识观察 发现 白骨塔上光滑战战 恶鬼虽然搭拉着脑袋 但是 四十条禁止明灭不定 依旧完好 这才松了一口气 白骨阵图再多一些鬼气滋养 便能够恢复 可这五道剑气 情况就严重多了 经受鬼手一击后 剑意荡漾 而且 太乙剑气 乃他修炼的根基 是绝不能出问题的 林妃神色凝重 再次吞下 顾元丹 含膝而坐 他闭上眼睛 催动灵药 体内渐渐积累起来的 真元 变得充盈 随着真元的充盈 除了太乙剑气之外的 四条剑气 在真元的滋养下 微微绽放出 几次光芒 而太乙剑气 静静地立在丹田之上 通体暗淡无光 死气沉沉 若非与太乙剑气 心意相通 能够感觉到 他本源流动 林妃都要怀疑 这剑气 是不是彻底废了 林妃操纵着 朱天浮屠 将乾坤带中 数十件 五金之物炼化 浓郁的金气 散落林妃的周围 张口一息 金气涌入体内 混入真元之中 朱天万剑诀 在体内运转起来 变成暗金色的真元 一点点滋润着 五道剑气 时间一点点过去 王林关与周云二人的道徒 根本没有受到损伤 只是身上的伤痕 看起来颇为严重 约摸过了七八个时辰 两人身上伤痕 才尽数消除 真元充盈 只有林妃一人 孩子细细修补体内的建起 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道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